大家好 大家平安 很高興再一次 和我們來分享上帝的月 今天我們要來看伊塞阿蘇第五十七月第一到十一十 伊塞阿蘇從四十七月開始就進入到第二部份 在這裏面有四段四歌 讓人稱作羅伯的歌 對上都是支援上帝所親自競選的羅伯 也就是人所期待的美塞 這四段四歌分別是四十二千月第一到第四十 四十九千月第一到第六十 五十千月第四到第九十 伊金五十二千月十三十 一直到五十三千月十二十 我們今天所在的第五十千裡面 就包含這個第三首的羅伯的歌 早前第一到第三十 先在以上帝的角色來說 在這裏面上帝所經算的百姓優待 即使他的輪流到現在的鼓勵 無緣的這個參與精進裡面 並不是因為上帝主動來放在他們 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嘴角和貴犯 這用分他們的關係來形容上帝和他的百姓的連結 由台北上的母親才所寄的就是雅六三寧生 也代表金閣的由台國 他原本是上帝雅花所經算的 是他所沉沉疼熟的母 但是由台人居在信用上 無重室去拜其他五上生命 但那真是背叛婚姻的一個母 來離開疼她的重夫 雖然滴到很多財產飲夠 但是就算在這種困境裡面 他們優惡無願意回頭來吹牛 就有開了上帝的幫忙 他們的處境可以說是 自己做起來 接吻的第四到第九十 是屬於路伯的歌 在廟下這個上帝所經算的路伯 他聽上帝的話 說上帝要他講的話 也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 就算說會因為這樣 來受到壓迫 受到能力 但是他總是無人的 因為他跟上帝三千軍 祝上帝就很做他的幫助 在這段經文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順候是上帝中心的路伯 很重要的這個敵節 反思純住最大 叫上帝的志義去走 這跟頭前所說到 對上帝無重心的猶太人 通過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比 最後第十到十一十 來幫我們提醒 在困境裡面 我們更加更要學習 對上帝來重心 經緯也要發上帝 而且也轉心來挖克伊 不可能真正是在黑暗中 想要為自己來點到揮揮的人 因為靠自己的結果 就是落在失敗和比慘裡面 順候感是一件簡單做得到的事情 我想不是 那是必須要扶持有代價 但是當我們願意來順候的時候 我們就要轉人 在上帝保護和斷領的臉 復現場 壓迫 nenhum